如果說裡面有任何一毛錢放到我口袋 那當然我被判耽誤 那當然毫無怨由 判我20年我都接受 錢我沒有入我口袋 韓約的韓玉平少將 他原本是花防部的參謀長 2015年部隊參加漢光演習有功 所以貨頒的加菜金2萬元 這原本是好事一樁 怎麼後來卻演變成被指控A了加菜金2880元 而成了貪污飯 這都要從當時的一場參會談起 這筆錢後來在7月份的時候 政戰主任的家屬又來 但是這事情我在之前不知道 後來就是指揮官就打一通電話給我 就說晚上有個餐廳叫我去參加 我說好 那就參加 去了之後我還知道政戰主任有到 根據判決書內容 當時在場的有6人 除了韓玉平 還有指揮官 以及政戰主任 和他的太太加上兩位小孩 參費5760元 最後指揮官批准 由團體加菜金支出核銷 顯然指揮官先批在請 他先批了 然後後續呢 我參辦師才告訴我說 指揮官已經批了 要把這筆錢拿出去給指揮官 辦公室 沒想到 有指揮官何可何消的參費 後來遭人告發違法 法官認為 依照國防部加菜金作業規定 民間人士不能使用加菜金 也就是說 政戰主任的太太和兩位小孩 他們的參費2880元 使用加菜金支付就是貪污 指揮官不論聽了任何人的建議 他最後還是同意批了這個公文 但是結果是由我來背這個罪 所以我當然會覺得很委屈 也會覺得很冤枉 如果上面的千層有我的章 那我也難救幾次 你蓋章啦 你也同意啊 問題沒有啊 連一個章都沒有 而且這份千層是 指辦是張運生自己上籤給指揮官的 也沒經過跟我討論 也沒跟我研究 然後上了這個千層以後 結果已經把所有責任推到我上 推到我來說 是我韓某人支持的 支持你這樣做的 那我是一個少將 指揮官是中將的 一二省都認定是貪污 案件最高法院審理 在二月判決定驗 他被判刑四年半 韓玉萍對於判決結果 感到相當失望 這已經定業了判決 那對我的名譽 對我的清白 那是一個很重的打擊 然後再者就是說 當然會影響我的生計 那因為他把我的退休 這幾年來退休所的 就全部要追繳 對 然後我的退縫也會受很大的影響 甚至什麼都沒有 那我會覺得說 非常非常的不值得 而且不公平 韓玉萍是在2013年 受總統拔著晉升少將 當時顯得意氣風發 在2014年到2016年出事前 擔任陸軍花東防衛司令部參謀長 等同於指揮官的軍事幕僚主管 原本還有大好前程 就因為被指控 A勒加菜金2880元 從人人敬重的將軍 變成探污犯 情何以堪 軍女生涯當中 我唯一有被處分過一次 是因為部署酒駕 我被記的申戒 其他我沒有因為任何的犯錯 然後我有受過任何處分 我完全沒有 這起事件 對國軍的形象跟士氣 當然是一大打擊 還記得2016年 國軍爆發了集體虐狗的事件 陸戰隊的士官兵 用一條鐵鏈虐死的一隻狗 引發了社會撻伐 而當洞保團體 進入了營區直播 形同公審 一隻狗打趴了國軍形象 引發了將領大反彈 爆發了退伍潮 這裡面就包括了陸軍少將指揮官 張俊達 要求部長要到那時候的大鵬部長 要到那個小白狗的墓前 要去獻花 鞠躬獻花 然後洞保團體進入營區裡面 然後海軍司令 黃曙光防司令 跟當時的陸戰隊司令 接待的時候 那還被丟花 我覺得 我覺得 讓我看到這些畫面 會讓我覺得傷透心 電視靠得出來 為什麼那個三個沒有出來 在此 我們懲求全國百姓 給我們一次造勤的機會 有關關鍵 一月一月 從中式開始 針對這件事情 可不可以說明整個史末 造成一條寶怪生命的損失 對整個國軍蒙羞 都起 對於我覺得說 為什麼我當初要選擇退伍 是因為我覺得 當軍人太沒尊嚴了 我們這樣子為國家 我們這樣子的犧牲跟付出 結果居然換不來等同的尊重 張駿打少將 軍旅生涯三十多年 四趟外島 幾乎都是擔任主官 承擔著壓力和風險 特別是東影 它又是偏遠在海上的一個孤島 打仗的時候 台灣救不了你 甚至離我們最近的馬防護 馬祖也支援不了我 所以當中共犯台 特別是打我東影的時候 我們只能以正義共同 張指揮官當時臉書PO文 我幹嘛要為這個不支持國軍 不維護國軍的政府 政客 名嘴 和自以為是的網民 拋頭顱灑熱血 時隔多年 再見同袍韓玉平遭判刑 決定站出來聲援 當一個長官你不能夠 眼睜睜地看著你的部署 因為這樣子的事情 然後背了罪 而你袖手旁觀 更何況是國防部部長 您是國軍的大家長 這個事情其實就在您的意念之間 就在您一個決心 可能就能夠翻轉 韓將軍這一輩子不同的命運 我來為我自己的清白 為我自己的冤屈來生長的時候 那我也希望說 多一點溫暖給我 請國防部的各級長官 退伍部的長官 多一點溫暖給我 相較於韓玉平的遭遇 再看看私菸案 既大過的陳敏華 還是可以風光的健身少將 隱瞞購買50條私菸 只需繳納4萬元罰款 退伍後照樣可以領退休奉 然而苦幹實幹的韓玉平 奉命餐序作賠 為了2880元爭議 就要超家滅族 這是什麼道理